浊浊桃花绽放,十里春风相迎 朋友们,剥密桃花谷的桃花已经全开了 现在正是赏花的最好时节 桃花谷的辖长足足有十千米之长 沿途两边放眼望去全是桃花树 树下落荫缤纷,树上开满了桃花 真是美妙极了 很多游客都在路边拍照 美女如云,帅哥如林 高颜值遇上美景映衬 简直是锦上添花 桃花谷中心,还有很多的地方美食小吃 这里热闹非凡 另外,主会场还有排练节目 在桃花节期间表演 林芝第21届桃花旅游文化节 于3月31日正式开幕 活动时间持续一个月 设置自然堂桃花音乐节 桃花花车巡游等流行演出 焰火锅庄等民族特色节目 和民俗体育互动竞技 兼计西藏特色 来西藏旅游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哦 接下来,由我给大家说一下 林芝桃花的最佳观景点和游玩路线吧 林芝桃花观赏点推荐 一波堆桃花谷 波堆桃花谷位于林芝市波密县 2016年,波堆桃花谷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中国最大桃花谷 每年桃花盛放,年延数十公里 用十里桃花,卓卓其华来形容 正是恰如其分 2. 嘎拉村 嘎拉村位于林芝市817318国道旁 被誉为桃花第一村 是林芝观赏桃花的最佳地点之一 非常适合自驾 嘎拉村的桃树均为野生 每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 大天野生桃花竞相怒放 此时的嘎拉村被粉色的野生桃林包围 宛如画中景,定人陶醉 4. 索松村 索松村位于林芝市米林市 被誉为中国最美村落 村庄坐落在雅鲁藏部大峡谷深处 脚下时奔流的雅鲁藏部江 和成片的桃林 每年3月底至4月中旬 是索松村赏桃花的最佳时期 也是拍摄桃花与南加巴瓦峰同框的绝佳时机 5. 公布江达县 公布江达县是整个林芝桃花盛开最晚的地方 沿318国道往拉萨方向行驶 将依次经过公布江达县境内的巴河镇 秀巴村、西日村、银泽村、达旦村 一路皆是桃花 著名的巴松错景区 也位于公布江达县 景区内一湖而建的小村庄 街霸村 同样是观赏桃花的首选地点 林芝闪花线路推荐 线路1 林芝剥蜜谷香湖 剥堆桃花谷 米堆冰川 八一镇 线路2 林芝盖拉村 雅鲁藏部大峡谷 索松村 线路3 林芝 雅鲁藏部大峡谷 索松村 瑟吉拉山卢廊小镇 波密 线路4 八一镇 林拉高等级公路 八河镇 拉如村 八松错八一镇 各位游客 可依据自己的喜好 安排行程哦 如何来林芝 一飞机直飞 游客可选择飞机 直飞到林芝米林机场 或拉萨贡嘎机场 抵达拉萨后 乘坐动车前往林芝 广州 深圳 成都 重庆等都有直飞或京亭前往林芝的航班 二火车 先乘火车抵达拉萨 可以拉萨游玩一圈后 再乘动车前往林芝 三自驾 如时间充裕的有空 可选择自驾穿葬线 滇葬线进葬 赏花游玩注意事项 一 林芝桃花节期间 进葬游客聚增 前往林芝赏花 如需住宿 务必提前议定酒店 自驾游的朋友 可是自身情况 准备户外露营帐篷等设备 可在订不到酒店的情况下应急 二 春季的林芝 白天气温在10至15摄氏度左右 但昼夜温差大 如遇下雨则气候湿冷 前往林芝赏花 仍需备好防寒保暖的衣裤和鞋帽 三 林芝与西藏其他地方相比 虽然海拔较低 但也接近3000米 预防紫外线同样重要 前往林芝赏花 记得戴好防晒霜 墨镜 遮阳帽等防晒物品 四 初次进葬游玩 可自备防高反药物 同时可随身携带感冒药 葡萄糖口服液 肠胃药 晕车药等 以备不时之息 我是卓马 我们是专业做香港 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 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 欢迎联系卓马 卓马的微信号是 203019436 请不吝点赞 订阅